小餐包和冰激凌一起吃美味消暑 您尝试过吗 今天我做的这个小餐包 放了葡萄干和花生碎 现在满屋子还是面包的香气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要开吃了 刚出炉的面包每次闻着这个香味吧 就算不饿也想尝一口 实际上我总是忍不住会多吃 尤其是抵挡不住这个脆皮的这个诱惑 小餐包没啥要求 款款都适合 我这个是自己的一个配方做的比较硬 因为我喜欢这个脆皮 其实不只是小餐包 可以用其他喜欢的面包来夹冰激凌 这种吃法呢 源于意大利西西里岛 后来风鸣全国以及欧洲其他的国家 比如法国巴黎 除了冰激凌店提供这种吃法以外呢 面包店也开始加入了冰激凌的潮流 顾客可以自主选择店内面包 搭配手工冰激凌 平常家里呢 我也会存几款我爱吃的口味 作为饭后甜点 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一 就是榛子口味 它具有明显的坚果香气和浓郁持久的味道 淡黄色的这一款叫马拉加冰激凌 里面有浸泡过郎姆酒的葡萄干 散发着酒香 混合了黑樱桃和樱桃糖浆的这款 名为西班牙的冰激凌 不仅酸甜可口 颜色也好看 据名为西班牙 据说是和西班牙国旗的颜色有关系 但是我没有觉得它们有共同之处啊 你们有谁知道吗 最后这款呢 是开心果口味 从它的颜色就能看出它的品质 比较正宗 因为开心果的冰激凌它不是鲜绿色的 意大利有名的三个开心果产地都在南部 其中一个就是大家熟知的西西里岛 味道丰富的冰激凌搭配温热的小餐包 这个不寻常的组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这种搭配太完美了 嗯 我现在吃到的那个 嗯 开心果的味道 我这个表情怎么这么淡定啊 这么美味的感觉 这表达也太不过关了 我这个小餐包脆皮的声音听起来好爽呀 我这也是随手发的一个面团 各种材料也没有称重 只是根据手感来判断的 所以这个视频没有附上我的配方 我也喜欢在意大利的酒吧买新鲜的可颂来搭配冰激凌 咸味甜味都好吃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试说说你们的感觉 真的是美味消暑 解馋饱饱腹 作为下午茶的话呢 我吃这么一个小餐包 晚上基本上就不用吃饭了 现在已经感觉很饱很饱了 中医夏天不建议吃冰激凌 但是天太热了 你说一口不吃吧 我也实在忍不住 忍不住就吃吧 少吃一点 别多吃 谢谢